嘿大家好 我是SIMPO 嘿大家好 我是OXO 那今天來到三重的加碼 又巧遇了七彩鳳王 那我已經擁有了兩隻 我是擁有兩隻鳳王的男人 我不能擁有第三隻 所以第三隻怎麼樣 我肯定得到就必須抽出去的 啊這裡先立下一個Flag 好那我這邊也決定派出相當奢華奢侈的陣容 雙蓋歐卡迎擊 一隻直接原始回歸 一隻小廢物什麼特殊技能都沒有 就只有水砲而已 但是水砲的攻擊也是很高啊 不要輕易的小看他 那這邊道具獎勵給的是雙防提升 面對到火屬性你又給我雙防 根本就是看不起我 是不是覺得我會一招被鳳王秒掉 那如果以場地優勢來看 感覺鳳王會比較強 因為現在在森林裡面 旁邊還有一隻森林蜥蜴 那我呢蓋歐卡特地從海裡面爬上來 攻擊只能轉到35也是合情合理 不過鳳王你準備接招了嗎 你準備害怕了嗎 根源波動來了 來了根源波動 非常漂亮的畫面 來帥氣 這個命中率偏低 如果命中表示我今天走好運 漂亮表現超群 但居然只打掉了鳳王 只有一半不到的血量 我覺得我有點太看得起蓋歐卡了 好這隻沒有原始回歸 能力值只有4000出頭 水砲來吧 使出水砲蓋歐卡 對那隻鳳王吐口水 翻墮羅拳吐口水 鳳王接招 接下了這一招水砲你還頂得住 果然是我看中的鳳王啊 七彩鳳王使出神鳥猛擊 這邊換我們進行防守 我們可是有加雙防的 你想要輕易的把我們打掉 OMG命中要害 哇 喔 我要是沒有加雙防 我有沒有可能這兩隻就直接下去 給後面的人看笑話 是很有機會的耶 來 那我們這邊呢 再用一次根源波動 通常這個根源波動 兩次能夠命中到一次 就阿彌陀佛了 我已經覺得這隻鳳王 應該可以繼續站在那邊 鳳王 你撐得住 頂得住嗎 哇 直接命中 表現超群 好 這隻鳳王 我欣賞你 直接正面迎擊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精靈球能夠丟到什麼 去吧 是彩球 哇 右邊是一個彩球 左邊呢只是一個普通的超級球 鳳王 超級球 Do you like 喜歡嗎 兩下 三下點頭 帶走 Cutting out 又噴出來了 太可惜啦 哇 這個第三下搖得非常非常的久 我覺得我都可以去泡一杯咖啡回來 他才噴出來 真的是太有心機啦 你這隻心機鳳王 等一下我再把你抓起來 好 那接下來第二回合 現在後面已經排了非常的多人 底下小圖有一隻鳳王 我必須先選一些小雜碎 先選這個仙人掌球 這樣才有機會 把那個鳳王給他叫出來 這邊看能不能先選掉 仙人掌球 好 OK 小次郎最愛的仙人掌 來 這邊先給他選起來 那等等呢 我們就有機會可以遇到鳳王了 大聲呼喊吧 仙人掌授 叫破喉嚨也不會有人理你的 鳳王要不要來救他呢 出現了 哇 是四星的月亮一部 四一組合 可能可以拚二戰 那我這邊呢 直接丟出雙達克萊伊 非常不明智之舉 因為我們這兩隻都是邪惡屬性 那暗屬性 邪惡屬性呢 必須用重屬性去克制 但是呢 我當時就想說 給後面的看一下 看一下雙達克萊伊 因為我當初剛入坑的時候 看到我前面的人丟雙達克萊伊 我當時嚇傻啦 覺得好帥啊 怎麼可以這麼帥 那大家也看到後面排非常多人 其實排了也沒有到很多 大概六七個 不過都是站著 所以我心裡已經慢慢的在盤算 如果我這一把沒有打掉的話 我再排一輪我就要走啦 但是這一輪因為裡面 我預計會有黑龍 這個傑克羅姆 那我也一直都沒拿到 所以我可能會直接快投 而且這一隻鳳王呢 已經卡了有點久了 在我們聊天的過程當中 這一隻月亮伊布 非常想要證明 他非常的強 他頂住了我的接二連三的攻擊 好 我就答應你 如果這一顆球能夠抓到你 我就把你嚇下來 這是我跟你之間的約定 我們約法三傷 你最好跳出來不要浪費我的錢 完了 兩下 好險爆出來 右邊小字機給我進去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交換的機會 祝福老天 沒有 哇 老天不祝福我 我反而去祝福老天 不過呢 這個星數加起來只有五 應該有二戰 漂亮 有新的寶可夢氣息 看一下 感受一下是什麼寶可夢氣息 大聲呼喊吧 達克萊怡 幫我把鳳王叫出來 這就是呢 你今天的使命啊 我看中你的使命就是這樣 請你幫我完成 鳳王出來 不然的話 我就只能下一輪快投 很好 下一輪快投 最後一把人太毒 會不會三十塊之間 因為這個中的話 也充其大部分 你不敢一次騙投 你不敢一次騙投 我幹我怎麼一次騙投 我就是不敢 你幹嘛 我就是不敢 我那時候第六道 有一次第六道下子遇見 RT在那邊說 快點啦 再投啦 他不就還有 不是今天說那時候還投 沒有還有啊 可是 他還有一次投 幹我不想 我不想那個啊 那時候覺得要見好就收 他就 然後 第四回合 沒有,他那麼厲害喔 沒有那麼好這個啊 小面,還有四星 完了,掉了一張四星 讓我覺得不太妙 完了,感覺跟五星無緣 感覺無緣 無緣 第二次 這大龐可夢 頭幣 還放完畢 立起來回合 這大龐可夢 頭幣號就可以,請頭幣 5元了 5元了 第8 他給我太多四星了 這道好可怕了 我真的要進來 5元 傳送中請招呼 招呼嗎 傳送完畢請出拔位卡夾吧 沒了 無緣 沒接啊 你用的去卡嗎 你對 挑選 好快 好快 放送 快 快 快